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波卓卓的频道 在开始之前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享受成万岁如意 那么新年装新机 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新的装机视频 那么这次的亮点很多 就比如说这个MD处理器 我已经用了十几年的英特尔处理器了 那么这次MD新的锐龙出来之后 让我眼前一亮 它的单颗性能实在是高太多了 那么我更期待的是 这个月的11代处理器 可能这个月的CES大会会发布 11代的英特尔酷瑞处理器 也是最后一代是4nm工艺了 据说自从第六代处理器 也就是Skylag架构推出了之后 到现在的第十代处理器 都是沿用这个架构的版本 也就是现在的第十代处理器 是Skylag的接接架版本 英特尔挤压高起这么多年 也是挺厉害的 不过这次11代处理器终于改架构了 我很期待11代处理器的表现 比如说11900K 在11代处理器即将推出的结果眼上 我去买了MD处理器 我不知道这个购买值不值得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买MD处理器 而且11代很短命 年底就要推出12代处理器了 是10nm工艺加等版本 说完处理器说主板 这次用的是B5505 排气泡WiFi 为什么不选X570呢 因为我很讨厌那个南桥的小工厂 而且B550推出的年份比较新 是2020年推出的 它拥有2.5G的网卡 WiFi6 USB3.2 Gen2 搭带了很多新技术 而且还有PCIe 4.0 也就是说它的第一条新卡通道 和第一条固态通道 都是PCIe 4.0的 这对于我们用户来说已经足够用了 总的来说 MD主板的话 我更偏爱的是B550主板 因为它满足我的需求 这是为什么不选华硕的呢 你们也知道我上一块主板 是华硕的RG主板 因为这个主板呢 它只是过渡期 所以说我这次换了微信的 我以后还要换主板的 你们也知道 我一直玩的是ITX的主板和迹象 那么这次为什么我换了MITX呢 这也是迫不得意的 因为我用的这个4K采集卡呢 它是PCIe截图的 如果你想通过这个采集卡 用CPU纯编码来录制4K60帧的视频 无论是COOL i7还是COOL i9 都没有办法应付 这款采集卡呢 必须搭配 英伟达的GTX1660以上的显卡使用 因为从27显卡开始呢 英伟达加强了NVNC的编码 这个功能呢 也下翻到了GTX1660级别的显卡 那么呢1650是不支持的 英伟达呢 还和OBS合作 加强了新的N卡呢 在OBS上的那个性能表现 总的来说呢 当你的电脑拥有GTX1660以上的显卡呢 即便是配上COOL5 10400F这样级别的处理器 也能通过这款采集卡的稳定录制4K60帧的画面 而且呢 CPU占用率极低 所以说我才选了这款MITX的主板 如果你是ITX的主板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同时插显卡和采集卡的 所以说 嗯 只能选这个 本期视频呢 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这个三星的PM9AE PCIe 4.0固态 为了这个板子搭配使用的 而且呢 PCIe 4.0是未来的趋势 以后呢 我换主板的话 这块固态就可以直接拿上去用了 那么呢 这款固态呢 它可以达到7GB每秒的读取 速度还是非常的恐怖的 对吧 我上一块固态呢 是三星的970 Pro 512GB 那时候是1300元买的 那么呢 这次呢 这个PM9AE只花了7百块钱 那么呢 PM9AE不再是以前的那个MLC颗粒的 它是TLC颗粒的 寿命来说会短一点 不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这次换了一个更大的主板 所以说机箱也得换 那么呢 机箱也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就是这个联力O11 Mini 包豪斯Mini 这是期待很久的一款机箱 好的 在我身边呢 就是最新的包豪斯Mini了 还是非常的整洁 对不对 这个机箱到时候 我倒是有点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联力呢 它并不是以前的联力 以前的联力 它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 现在的联力呢 它是外包给别人代工的 这次的做工呢 并不是让我很满意 有些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缝隙 它不能做到延迟和缝 联名的大老板呢 年纪大了 不想玩不想做成这些的 他连台湾的那些厂房的社会啊 都全部卖掉了 现在呢 是他的子女来接盘这个公司 接盘公司之后呢 他们到处找代工厂 也找过乔斯波 但是乔斯波 空余不出来太多的生产力 所以说就没有记这个胆子了 你们也知道联力和乔斯波 做铝合金的机箱 是非常出名的 做工还是非常优秀的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豪斯Mini 这个箱子还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很脏 这是它的侧面 这里手边是个配件的 OK 纸皮 哦 机箱本帖 看到没还有一层防冲哦 看到没 这是磁铁的 磁性防冲 然后侧边玻璃 这个玻璃应该是向上推的 哎 我了 我很厚实 跟那个乔斯波的i100 破机箱一样 这个做工 这边 很厚实 几乎一模一样 无论是这一边 这一边 还是这个设计 真的 很熟悉的感觉 你可以注意到这边 那个玻璃呢 它是这样扣下去的 咱们再把这个玻璃给卸了 哇 就显得通透明亮 然后在下面呢 这个是给脱出来的 这是个防尘网 尼容防尘网 看现在它这个IO的排列是ATX 这是给ATX主板用的 待会呢我们要换成MATX 接下来要去背面 然后防尘网掉了 这里有两个防尘网 这个防尘网是给这个用的 看 它就吸上去了 是不是 达达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硬盘位 而且这个硬盘位的设计非常的巧妙 是直接抽拉的免工具设计 只不过这个抽拉并没有那么顺滑 它们要全会的那么顺滑就死了 这边呢 是电源参 这是SFX的小电源 我是非常喜欢这类电源的 因为它非常的小 不上空间 如果你是ATX的电源的话 这个机枪的宽度又会 宽很多 这边呢是205寸的硬盘位 而且这个拉斯的logo 非常的有质感 这个担板还有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隐藏后面的线材 就挺美观的对不对 你就看不到后面的线材了 这是个美化版来的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配件盒里面 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一封感谢的 一本说明书 海绵 还有好多担板 这就是螺丝包担板 这个得看说明书 才知道里面这是干什么用的 太多了 这个配件 好的 那么现在来给大家 是这个华硕的RGB50F主板 F是在华硕的RGB系列里面算中端的 更高度是E B550E 更低多是华硕的B50A 也就是吹雪主板 当然你可能觉得 那个吹雪主板白色的配色 会更适合联业的白色机下 不过那个吹雪主板 它没有带WiFi 也没有带蓝牙 所以说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个 前几天选的那个微信主板 它的第二条固态插槽 和第二条PCIe插槽 是冲突的 是Switch切换的 因子能二选一 所以说最后我又花了三天的时间 重新选购新的主板 真的看了三天的说明书 华硕微信机家滑行 四家厂商 从X570到B50 看了每一款型号的说明书 然后最后采取了这一款 最终采取的结果中 最便宜的是机家的B50小调Pro 那款主板和微信的B50 排挤炮的价位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第二个固态 和第二个PCIe是不会冲突的 再往上面一点 就是华硕的B50A吹雪 B50F 还有微信的X570战斧导弹 还有UNIFI 还有旧世纪家的B550 Master大师主板 咱们现在来开简一下这款主板 打开盒子之后 这个是主板的本贴 还有一些配件 看看都有哪些配件 这个是WiFi WiFi6的AX200芯片脑 然后主板 好大一档 我们先放旁边 说明书 驱动光芒 一堆贴纸 尊贵的ROG粉丝 中心感谢您选择ROG的产品 接下来是M.2固态的螺丝 还有些炸弹 这个是5V3RGB的线 C塔线 这么多的吗 它送了4条 4条A 4条C塔线 这里还送了两个贴的 它说是给单面的M.2用 这个主板还是挺大的 ATX的板 你们要注意的是 这边 它是没有空调的 华硕的主板都没有空调的 我最新买的 我最新买的ROG的主板是J390i4 ITX的小板 就这么小而已 这么小而已 现在的第一次换这么大的ROG主板是有点震惊 确实是太大了 Io接触着你的IT的一层膜 这个是主板后面的配色 Republic of Demons 这款主板最大的遗憾就是它没有前置的USB Type-C 没有C口 它有个USB 3.0 这是供电 还有6个C塔接口 那么这里是两个M.2插槽 第一条M.2固态插槽 它是走PCIe 4.0x4的 第一条型卡插槽是走PCIe 4.0x16的 这第一条固态插槽的第一条型卡插槽 是从CPU直言出来的PCIe 4.0 那么B550和X570最大的区别 就是CPU到芯片组这条带宽 B550芯片组它是PCIe 3.0x4的 这条是PCIe 3.0x4 所以第二条型卡插槽就是PCIe 3.0x4的 第二条固态插槽也是PCIe 3.0x4的 下面这几个接口它是从芯片组出来的 所以说主板它可以分为两部分 上方部分是CPU直言出来的 CPU到这两个 下方部分它是从芯片组出来的 不同厂商的PCIe规则也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微信的B550主板 它是这两条二选一 你没有办法选其他的 只能这个二选一 你用了这个固态就没有办法用这个PCIe 用了这个PCIe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固态 而华硕的这一款 是可以这1234同时使用的 为什么呢 它的规则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PCIe by 1的接口 那么华硕的B550F的规则就是 你用了这一条PCIe by 4的接口之后 这三个就用不了了 如果你用了这三个之后 这一个只能用by 1的模式 就这一个和这三个二选一 那么第二个M.2的规则是这样的 假如你用了这第二条固态插槽 那么你的SETA接口的56就用不了 但是你还有其他四个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大家不要以为B550它只是替代B450的关系 以前很多国内国外的up主都说过 很多B550的型号它的供电规格都超过了X570 它可以说是X550吧 那么卫星的X570家族中目前最值得选购的就是 你会发现卫星的B550系列全部都不支持 也就是说假如你像我一样 有一个显卡两个M.2的固态 然后一个采集卡 总共四个PCIe的设备的话 就不要选择卫星的全系列B550主板 如果你只有一个M.2的固态的话 那就可以选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插一个显卡 一个固态还有一个采集卡 这三个设备的话是可以的 为什么第二个固态插槽那么重要呢 假如你也是做up主 有录制还有剪辑需求的话 必须搭配两个固态硬盘 一个固态硬盘是装系统装软件的 然后第二个固态硬盘 用于存放录制的视频 还有Premiere的一些Cache Scratch还有项目 你不要把录制的软件剪辑的软件 还有这些项目或网虫 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盘里面 你这样的话可以负载均衡 让你的剪辑视频更为流畅 而且当你的硬盘的吞吐量 并不是很高的话 那么这个负载均衡就很有用 特别是Premiere 它每秒都会对这些Scratch 进行3000次的调用 当然你第二个固态硬盘 也可以不用M.2接口 可以用SETA接口的 虽然说SETA接口最大的速度 只有500MB一秒 不过现在SETA接口的固态硬盘 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价格优势 不过至少它对主板的选择 并没有那么苛刻 对的呀 如果你第二块固态是SETA接口的话 那么你就不用费尽心思 去考虑这款主板 值不值辞了 也不用费尽心思去看说明术 因为这种几百块钱的主板 就可以完全值辞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转一下处理器 580X OK 给折下来了 哇 这后面是有一个保护填膜的 这个是要湿掉的 咱们先把同注锁到这个 2280的接口上 你的系统盘首选的固态 最好插在第一个接口 为什么 因为这个接口是从CPU值连出来的 PCIe 4.0 by 4的接口 这两个接口是CPU值连出来的 最后我还是乖乖的在这里 再贴一个脚铁 因为我发现那个锅台它会被压弯 因为我发现那个锅台它会被压弯 内存呢 选的是芝奇的环架机 两条16G的内存 DDR320016G乘2的版本 总共呢 就32G 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内存 这条内存呢是很早以前卖的 嗯 对了 就这个地方了 不得不说这个机箱还是挺好安装的 这是它的护层 你可以看到还是挺紧接 对对吧 因为这是大机箱 所以说安装起来会比较容易 好的接下来我们把这个2.5寸的盘 还有这个美化板装上去 这样的话你们就看不到线材了 还是很容易的 直接这样 推下来 OK 然后接下来 线捞过来 是不是 感觉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这个是过线口 可以完美的隐藏线材 锁上去 好的 这就是BOWS MINI的正面还是非常的简洁 对吧 那么呢 现在最后一步 插上这个采集卡 我刚才说的4K60 Pro MK2采集卡 我之前也说的上一块主板呢 它说没有办法同时插这个采集卡 还有那个固碳硬盘的 只能二选一 现在呢 这个主板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插上去吧 好的 那么呢 机子已经装好了 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呢 处理器是MD5800X 8核心16线程 最新一代的 主板的话 是华硕的B550F 这款主板的话 带有WiFi6W 2.5G的网卡 还支持PCIe 4.0 还是非常不错的 唯一的遗憾呢 它就是不支持前者的C口 内存的话 是G7的皇家机 还是非常漂亮的 壮彩 DDR4 3200 16GB x2 总共32GB 那么呢 显卡的话 是英伟达的GTX 2070S公版 散热器的话 是阿法库的北极熊 加北极狼 再配有6个帽上 那么呢 固态硬盘是PM9A 还有三星的970 Pro 一个是4.0的固态 一个是3.0的固态 电源的话 是海盗船的SF600白金板 再配上这个镀影模组片 整体的配置就是这样子了 那么呢 我冷排的方案呢 是从机箱外部 吸入冷空气 2的方案 那么呢 吸入冷空气之后 再从上面的三个风扇 还有后面的一个风扇 排出去 那么呢 如果你的风扇呢 是往外面吹 也就是push的方案的话 这里你会发现 这里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热气吹出来的话 它会影响到这个硬盘 还有电源 它没有办法很快的 排到机箱外面 因为这里还有个侧板挡着 侧板那个孔是很小的 在这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冷排的正确安装方式 冷排最好是置顶方式 但是这个机箱 它没有办法同时装ATX 还有上具冷排 所以说这就没有办法了 那么呢 最好是这样子 这样子 一般机箱都是这么放冷排的 冷排在上 然后水分在下 还有就是冷排 千万不要放在下面 一体式水冷 千万不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的话 是加速报废这个水分 加速它折瘦 你会发现上面是空气 下面是水 它会很快的减少这个水分头的寿命 还有就是假如你要塑装冷排的话 水冷头不能高于这个冷排 你这样的话 这个水冷头是位于循环的顶部 这里会流很多泡泡还有空气的 也会加速这个水冷头的折瘦 正确素装冷排的方式是这样的 水泵桶呢 位于冷排的中间 往直向下 这样的话 你空气还有泡泡是在这上面的 这里是不会有空气泡泡的 如果你水管不够长 想这么装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水排的进水口会有很多泡泡 但是呢水泵的话是不会有空气的 就可惜这是ATX的主板 如果这是MATX的主板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乔斯伯送的360冷排装上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个RGB还是非常的好看的 这个是全新的 在这里呢 再次感谢华素送来的ROG2080Ti 这个显卡还是非常的霸气的 而且光效还是挺好看的 山路上的设计 但是呢由于我这个是一体40元的方案 已经串联水路了 没有办法放进去 所以说这个就没有上级的机会了 不过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显卡 接下来咱们换一下版型 OK 咱们把电源放上去 这是我最喜欢的海盗船SFO 这个肉板 白金棒 接下来转竹房这些会复杂一点 现在我就要进行最后一步的离线 装机视频要边拍摄要边装的话需要你长的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它这个Type-C的线是扁线来的 这样就好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点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也欢迎大家加入UP主的电报群QQ群还有Discord 也不要忘了关注Facebook IG还有Twitter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